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专门给你去构建一个 这个文件呢 咱们还是以flaster这样一个以python脚本来进去构建 比如说把它叫做config.py 这跟之前讲的那个配置方式是不必样一样 咱们因为不再去使用这种键等于直键等于直的方式了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我想把这个类专门给你放到一个文件当中 所以呢 它这个文件还得去使用普通的这样python脚本的方式 然后呢 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要给它做什么东西呢 我把这个配置的这个类给你摘出来 摘出来之后 放放到config当中 专门放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在这个文件当中 然后呢 咱们去写一下coding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那这个配置类 我为什么要这么去操作呢 原因就在于 你的一个工程里面在进行实现之后 它有两种运行环境 一种运行环境呢 是你的开发测试环境 一种环境是线上环境吧 对吧 这是在公司当中的话 很很有可能阶段的 因为在你程序编写的时候 不可能让你直接操作的那些东西 通通的都是线上 你在进行线上操作的话 会影响到线上数据 所以你在开发的时候 使用的是开发环境里面 所对应的配置的这些参数信息了 所以就意味着 你的程序代码 使用配置的时候呢 会有两份配置 那我们现在使用类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达到一点 达到什么一点呢 把两种配置环境当中 相同的参数复用 不同参数 分别来进行对待 所以这样一点的话 是不是可以去使用类的继承啊 这点能明白 所以我们去使用类的方式 先定义出来一个最基本的配置类 然后呢 接下来我再来去做 比如说我封装 再封装另外一个类 另外一个类什么类呢 比如说是开发模式的配置信息 那我把它叫做developer developer development 开发模式的config 开发模式的config的话 那因为上面已经做了最基本的信息了 所以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 是不是记成在上面这个类就可以了 这是开发模式 开发模式的配置信息 好 我把它放到这 那除了这个配置信息之外 还有什么信息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生产 还有一个线上环境啊 线上环境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生产环境 也就是说是product production config product product config 这是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配置信息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不是只有一个呀 只有一个的话 虽然都放到这 但是只是给大家提一个东西 必须有这样存在 那咱们现在做一下 对于开发模式跟这个生产环境的话 这样的配置信息当中 咱们现在只有一个东西 但是还是有个区别 有个区别啊 debug 是不是应该是在开发模式才去用的呀 而生产环境是不用啊 所以把debug模式给放到这 咱们就先做一个最 这样的最基本区别 好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关于这样的东西配置完成之后 那当前的这个production 这个东西呢 咱们就给它放到这 好 配置信息放到这 配置信息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当前再去导入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它放掉 先不去看这个语法的正确性 而是看什么东西呢 现在既然你的一个产品构建的时候 已经有了两种模式了吧 有了两种模式之后 我在进行启动的时候 到底是要把它启动成什么样的东西 我到底是想把这个APP对象 是按照生产环境进行配置启动 还是按照开发模式配置启动 我是不是得有一个决策呀 对吧 那这个决策从哪来呢 是不是就可以去根据一个启动方式 传参数方式来进行启动了 所以就相当于 好了 那这个东西是跟你的APP对象有关系的 既然跟APP对象有关系 所以呢 咱们在进行封装的时候 怎么进行相对应的封装呢 我们会把APP的这个东西 因为你在这里面去构造对象 构造完一个对象之后 还要给它传入配置信息 传入配置信息的这一点 要跟你的不同方式来进行配置 所以这一点 plus官方有一个建议了 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它的建议就是说 你这个APP对象 要尽量给它做成一个 叫做 叫做工厂模式 这个工厂模式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说 就是你的程序当中 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呢 一种设计模式 一种设计范例 这种设计模式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不是最终 我得形成出来一个APP对象吗 对吧 对吧 这是我最终的东西 我要形成APP对象 但是APP这个对象当中 它根据我不同方式 就相当于 我要想让它按照生产模式来进行配置 那我最终得出的APP 就是生产模式的APP 我如果想让它按照这个 开发环境方式来进行配置 那我得到APP对象 是不是应该是按照开发模式来进行配置来的 是根据我的决策有关系 根据我的决策有关系的话 那你就把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放到一个函数当中来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create createAPP 然后呢createAPP当中 我现在呢 这个函数专门做什么东西呢 专门就是用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APP对象的 这相当于我现在再去使用的时候呢 不用我们自己在代码当中 直接去写这个APP等于plus当中 然后呢再去判断 异负什么东西 不是放到这儿 而是你把这段过程放到一个函数当中来 如果你想要去创建APP对象 好了 那你直接去操作这样的函数 就调用函数的方式来进行配置 那这个函数按照什么方式呢 你比如说你现在要创建APP对象 好了 你叫做这个函数 在函数当中你可以去传参数了 比如说我现在呢 想让它去以这个开发环境来进行配置 那你就把开发环境 开发的东西 developer 你给我传入关键字 传入关键字之后 我在这个函数当中 就按照你指名的开发模式进行配置APP 所以就相当于我把上面这两个过程 给你拿过来 放到函数当中来 放到函数来 方中来之后 我最终会有一个返回值 纽图APP 放到这 然后呢 按照我这样的使用方式 我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还得结合一个参数啊 对吧 结合这个参数 结合什么参数呢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config 这样的名字 配置的一个名字参数 好 咱们先来来看一下 那这样一种函数的使用 大家这个东西能之前见过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说明文档咱们怎么去写的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应一个函数来说 实际上在函数当中 或者是在类当中 这里面接着第一行 是不是这个叫做这个配置参数啊 不是叫做说明文档啊 这说明文档中通常跟一句话 但是在工程里面呢 这句话还有一些规范 有什么规范呢 你比如说在pycham当中 我敲完三个引号之后 我直接在三个引号当中一敲回车 你看一下 他是不是给我补出来两个字段呀 这两个字段带什么意思呢 上面先空出来这个东西 代表我平常的说明信息 我把说明文档加到这儿 这代表是这个是创建 flask 创建flask的应用对象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这是关于这个函数的一个说明 函数说明完之后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参数啊 那这个参数当中 在python里面是不是没有类型的概念呀 所以我们在这定义函数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说了 你可以在说明文档的方式当中 对参数进行一个说明 冒号python代表是说 这个指明 这个参数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说明信息了 然后呢底下 冒号return是不得返回值啊 你还可以对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到底返回什么东西 也做进一步的说明信息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样一个操作 那你可能在公司里面 建这样代码的时候呢 如果规范一点的代码 会把你的函数当中 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去写明 让别人一看到这个函数的时候 就知道 这个函数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传的参数意义在于何处 函数 参数什么类型 返回值 又返回什么东西 又什么类型 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所以是关于这样一点 大家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 尽量按照这种规范来去写 睁开眼睛 看一下世界 然后我们现在来 咱们把它写一下 当前这个定义希望 咱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我们再去写的时候呢 关于这个参数的名字可以指明 它是什么类型的 我在进行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要求你给我传说是 字符算类型啊 所以它是字符算类型的 然后呢 字符算类型 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东西呢 它是这个叫做配置参数的名字吧 或者说是配置模式的名字 这个参数的可选值 咱们可以把它演叠出来 比如说你要不然给我传的就是devaliper 给我传这样的一个值 要不然传什么东西呢 要不然就是可以传一个 比如说开发模式 生产模式 这个是咱们给它自己约定好 咱们自己来设计 比如说你就给我传这两个参数 你要不然是这个参数 好了 我就按照这个参数指明的方式 来给你配置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生产模式 关于这个设计当中的 这样的一种设计方式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工厂模式 这个工厂模式 大家现在能够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就是关于创建APP对象的时候呢 不是在外边直接去写代码 而是呢 把这个创建的过程 给你放到一个函数当中 你做一个函数的封装 然后呢 想把这个APP对象当中 具备什么样的特性 把这种特性呢 以一个参数的方式 传到这个函数里面来 然后呢 这个函数就相当于是一个工厂方式 根据你指明的需求 我给你进行打造 打造完成之后 把最终的一个对象给你返回 所以呢 你指明是这样生产开发模式 好了 我给你打造出来一个对象 最终的ATG样返回的 就是关于有了开发模式配置信息 如果你给我传的是product 传的是这样的生产环式 我给你打出来的APP里面 就是生产环境的APP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所以这是这样的方式呢 就造成工厂模式了 这个函数就像工厂一样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工厂呢 给你完成一下 给你这个呃 这个工厂呢 去做完成一下 那首先工厂当中 第一步是不是还得去设计 创建出APP啊 对吧 创建APP之后 第二步是不是要去导入配置信息啊 导入完配置信息就有了 只不过说当前的配置信息 是不是得根据这个 config的name来进行操作了呀 对吧 好了 根据config这个name 根据config这个name的话 咱们怎么来自作呢 当前我最终 你如果给我传过来 叫做developer这个名字 那我最终在这里面导入的这个类 是不是就得是developer 这个config这个类呀 对吧 就得有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了 那这种对应关系的话 咱们怎么去对应呢 你在这里面去写if else也可以 或者说你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处理 咱们在这里面给它做什么处理呢 我在这里面专门就去构建一个 名字与类的一种映射关系 比如说咱们就把它叫做config dict 或者叫config map map是不是代表映射的意思呀 叫做config的映射 这里面呢 好了 我去写了 如果是developer 这是刚才我所对应的 如果是这个名字的话 那它去使用的是类 是哪个类呢 是developer config 上面这个类 如果是product p-r-o-d-o-c-t 如果是这样一个名字的话 那使用的类 product的config 我给你做成这样的一种名字 跟类的对应关系吧 然后我回过出来 再去使用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就直接去导入 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个映射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呢 我去导入一下 从config当中 直接去导入 import config里面的map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是不是直接进行相对应操作呀 比如说他们在操作的时候 咱们怎么操作呢 比如说我先把那个配置 那个配置类 config class 我给大家去写明点 这是代表config类 它是在哪呢 它在config这个map当中 这是一个字典吧 在map当中 然后呢我根据谁呢 根据这个get 根据你config的名字 是否往过拿呀 好 根据你传过的配置名字 我往上去拿 拿出来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所写的 这样的一个类了吧 然后呢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类 给你传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是根据 配置模式的名字 然后呢 获取 获取 配置 参数的类 然后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那这点完成之后 紧接下来 咱们再来往下去操作 那当前呢 这个东西已经有写了 这里面也写完了之后 回过头来 我们来去看一眼 回过来再来看一眼的时候呢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现在就说了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闷点py 我一开始构建的 这个py文件当中 要做一个 要做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呢 我们在拆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 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每个文件 它所对应的真实意图 到底要做什么工作 是很明确的 比如说 manager.py manager.py 我要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把它当作启动文件 然后呢 专门去管理整个flask 工程信息的 那也就意味着说 在manager.py当中 我仅仅只要摆出来的是 启动的流程就可以了 至于启动当中 你如何构建的app 这个函数怎么去构建的 然后呢 如何构建的数据库 如何构建的redis session啊 这个东西 怎么去配置起来的 我不关心 在这个文件当中 只要能够把class程序 开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现在呢 需要把这些东西 通通的全部从manager.py当中 是不是要抽出去啊 在manager.py当中 仅仅保留启动文件 就可以了 那我在manager.py当中 保留什么样的启动信息呢 咱们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讲 app.run就可以了 就在它吧 app.run哪来的 就相当于 通过构建这个函数调用 直接拿过来啊 所以这句话 是要留下来的 然后呢 底下app.run是要留下来 当中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要全抽出来啊 包括如何构建出来的 create.py 这个函数 怎么构建出来的 都要给它往外去拆 所以呢 咱们就要拆出来了 那拆出来的时候呢 这时候 我给它放到哪 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特点了 那在咱们的这个工程当中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方案 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我们在构建这个目录的时候呢 它的层级关系是 在工程的顶级目录里面 manage.py 作为启动文件 config 作为配置信息 然后呢 关于整个这个项目里面的 具体的视图啊 模型啊 其他的一些详细的业务逻辑 我都给你再做一层封装 我给你再做一层目录 就相当于 我把具体的业务细节 给你放到一个目录里面去了 而且这个目录呢 我要给你做成一个 python的一个包的方式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iHome 就相当于 现在来去看一眼 什么意思呢 manage.py 作为启动文件 config.py 作为配置信息 iHome当中 会作为存放的 具体的所有的业务逻辑细节 包括构建整个东西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个思路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设计的时候 咱们先不管底下的东西 先来看 那createAPP 这个东西 我应该给它放到哪呢 createAPP 创建整个flux应用程序的 这样的工程出现对象吧 那给它放到哪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我抽现出来 这iHome的一个目录的意思 就是说 它代表了 整个flux应用程序吧 对吧 它代表 在iHome当中 会包含了 整个我这个工程里面 所用到的 所有的业务逻辑的细节 包括我创建出来的 AP对象 都是在这里面去做的 所以相当于 iHome的这个子目录 是整个的一个抽象 既然它是一个 主要抽象的话 在这个iHome当中 可能就包含什么东西呢 可能就会包含了 比如说对应的 你可能会用到 static目录 静态文件 然后呢 还可能会用到什么目录呢 template的目录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 它就没有了 但是呢 你可能会用到什么 模型类呀 models p-py可能会用到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可能会去创建模型类 models 可能也放到这 然后呢 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呢 还会放上 试图 wells wells.py 可能放上试图 那所以就相当于 在这个iHome的这个目录当中 是不是所有整个应用的一个抽象啊 所以呢 你说这时候的AV我应该放到哪里面 可是 这一点跟考虑蓝图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跟考虑蓝图的时候 我说的 如果以一个目录的方式来去构建蓝图的时候 我把蓝图对象放到哪 是不是放到那个目录里面的一定文件当中啊 所以当前这个东西不是来的不是整个flask 整个flask我已经把它以包的方式来存在了 所以我应该把这个flask应用对象的构建的 这个create函数尽量放到哪 是不是放到一定文件当中啊 就相当于你导入iHome的时候呢 这里面的createAV就有了 所以呢 相当于manage.py 你只要操作iHome 你就能够把你要去管理的整个应用 是不是全拿过来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现在我要给你放到init文件当中来进购建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回过后来 开始去拆这些东西 去拆了 去拆的时候呢 init文件当中去包含 所以这个createAV 是不是就得拿过来了 拿过来 创建这样的一个AV对象 创建这个AV对象之后 然后呢 还要去返回 所以在我右边manage.py当中 是不是只要从这个iHome 这个包的一定文件当中往过去导就可以了 对吧 就相当于manage.py 你把它拿它独立出去都没有问题 它只是管能启动 它启动是哪个整个plus应用呢 是这个plus应用 所以呢 我就给它导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相当于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从哪呢 从iHome当中去导吧 我在manage.py 在这个manage.py这个文件当中 要去导谁呢 要导iHome当中所去构建的 这个创建应用程序的这么一个入口的函数 所以是不是直接从manage.py当中 从iHome当中往过导就可以了 直接去导入create.py吧 导入create.py 然后呢 在这里面直接 然后这里面是相当于是创建 创建flask的应用对象 好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那相对应的 在这个函数当中 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 是不是都可以往过拿呀 这个 你看一下 这个是要放到这边的 这里面是需要导入 因为要去创建flask 然后这里面是把它用到config map呀 所以我也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这个config 我实际上就得做一下 对应的处理了 因为现在当前是在哪啊 在iHome当中 iHome里面的init文件 所以在这config当中 实际上是跟iHome是不是同级的呀 所以直接导过来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下来大家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函数已经配置完了 这个函数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 那相对应的 在整个flask应用里面 所用到的这个数据库啊 Redis啊 这些是不是也得从Magic的PY 启动文件往外拆呀 对吧 往外拆 那我给它放到哪儿了 这也是在整个flask应用 在这个iHome这个包当中 所会用到的东西吧 你可能会在models里面用到DB 是不是也可能会在 试图函数里面也用到DB呀 所以它都是用到工具 既然都是你要用的工具 那我通通是不是都给你放到 init文件 跟它放到一起就可以呀 所以呢 咱们把这个DB的东西 给你拿过来 放到init文件当中来 放到init文件当中来之后 这个意思就代表 当前DB已经给你放到iHome的属性里面了 放到iHome的属性之后的话 我在模型类model里面 如果在这个models.pi当中 如果想要去使用那样DB的话 是不是直接从谁呢 从iHome直接去导入DB 是不是就能够引过来呀 我就可以定义模型类了吧 那相同的 我在试图函数 vills.pi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从哪儿啊 也能从iHome当中 直接去导入DB 然后呢 在试图函数里面 通过DBDR query的方式 你查询呀 增删改呀 是这样的意思吧 所以那按照这样的设立思想 我们把DB呢 给你放到这个init文件当中来了 放到init文件当中来的时候 又会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什么样的问题的 那你现在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按照刚才咱们所说 我这个DB 最终是不是应该是放到iHome的这个顶级 这个名单当中啊 应该作为init文件里面的属性存在吧 所以我在别的文件当中 比如说在这个models里面 直接一从iHome当中去导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够把DB给你导过来啊 这是可以的吧 但是我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时候 这里面在进行构建DB的时候 你说Circle iHome当中 APP哪来啊 APP哪来啊 APP是没有啊 APP是在manager.pi当中存在的吧 对吧 那你说呢 我最终于实际上就是把APP的创建 给你推迟了 是推迟到什么时候呢 是推迟到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也就是说要推迟到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才会产生一批对象 那你说我再回回来 再去把manager导过来 就相当于会达不到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隔离作用吧 manager当中根本就不要操心你所对应的东西 而且呢 我做的一个隔离的意思就相当于 iHome当中关于manager怎么启动 我都不用去关心 所以要做这样的一点 做到这样一点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就会有问题吧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去注意一下 在去构建这样的初始化的时候 Sirco Agamem实际上是不是Flass一个扩展呀 那凡是Flass扩展的话 它在进行初始化构建的时候呢 就有两种方式了 那么先把manager.pi当中所对应的 Flass Circle Apping的这个类 我们给它拿过来放到这里面来 拿过来之后 所有关于这个Sirco Agamem的这样初始化操作 它是有两种方式的 这两种方式一定要穿住 第一种方式是我们在讲框架的时候呢 跟大家说过 你直接创建类的方式就可以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第二种方式是 你一开始先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但是这个对象呢 先不跟Flass绑定到一起 然后呢 什么时候有了Flass的对象 什么时候再绑定到一起 怎么绑定到一起呢 通过这个Sirco Agamem 创建出来一个对象里面 会有一个init app的这个方法 这是Flass里面所有扩展程序 都遵循了一个约定 都会去提供一个init app的方法 然后呢 你把app传过来就可以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分为两步走操作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我把这个db对象的名字 还是给你放到最外层 但是把它初始化操作 我给你放到哪 放到create函数当中 放到这里面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相当于我在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一上来 我先把db对象给创建出来 但是这个db对象 还跟app没绑定到一起 什么时候绑定到一起呢 什么时候这个create app 还说被执行了 什么时候这个app 构建这里面 是不是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然后再把对象给塞进去啊 对吧 所以可以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操作 这是使用app初始化db 所以我们就做到这样的 做到这样一点的话 那刚才咱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现在能够明白跟上什么意思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